中国女排不敌意大利,赛后郎平表示有些比赛不必倾其所有去拼。 对此你怎么看,离约奥运会离现在近两年了,各国女排赛后都解散了,近两年没有比赛任务。 我认为这次国际排练组织的国际国家队比赛,不是一般的商业比赛,而是给各国启动组建国家队,挑选国家队队员, 通过比赛训练队伍,培养新手,磨练一队的技战术,了解自己组建的国家队的实力,也了解其他国家队的实力,是锻炼国家队,健验国家队,锻炼新人的最好机会,为市锦赛和东京奥运会做充分的准备。 郎平一直把这次比赛当成是一次锻炼队伍,锻炼新人的最好机会,可输了机翼之后,特别是看到江门战取胜的难度后, 突然发出这是一般性的商业比赛,不必倾其所有去拼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,我请问,郎平你这次组建的国家队,要不是东道主的因素,你能取得总结赛的机会吗? 你锻炼了那个可用的新人,是锦赛能打赢意大利对吗?现在不好好锻炼队伍,是锦赛在临时奏合那会输得更惨,要充分认识这支队伍与欧美强对比是有差距的,张长能归队后,可能会增强主攻的力量,但多培养一个有力的主攻是非常必要的,可减轻朱婷的压力, 这才是上策,这样就可以让朱婷不用那么拼了,断放行吗?打欧美强队根本不行,你的目标到底是谁?不得而知,希望要看清自己的不足,该努力还是要努力,不要看成是一般的商业比赛,努力了,人员选对了,相信球迷队输赢都可以接受,谢邀